我想嘗試看看在 AVE 的 Polygon 市場上 放貸我的穩定幣 我想要存點錢的概念 看一下是哪一個市場可以給我的存款的收益比較高 你把它滑到最下面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 interest rate model 它怎麼算的都告訴你 這個就是 DeFi 最好的一個地方 完全的公開透明 你就可以看到說現在的資金使用率是多少 它會換算成多少的借款利息、存款利息 那最適當的比率會在哪裡等等 你可以看到我剛才並沒有做過任何的 1inch 或者是 AVE 上面的註冊 去中心化金融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無需許可 任何人你只要享用 你就進來我的網站就按一下你就可以使用 哈囉大家好我是腦哥 今天我們來實測區塊鏈 加密貨幣市場發展至今 被認為最重要的領域之一 去中心化金融 Decentralized Finance 簡稱 DeFi 到底要怎麼使用 這兩年越來越多人討論的去中心化 到底是紙上談兵 是吹噓炒作 還是真有其事 只是你可能沒有試過 讓我們用雙眼跟雙手來確認 今天影片我們會從 為什麼需要DeFi開始講起 加密貨幣跟DeFi差在哪裡 為什麼DeFi最近的討論度正在上升 以及我們會實際操作用 MetaMask 直接連上區塊鏈 嘗試看看DeFi上面的交易跟放貸 最後也會分享一下 我認為目前DeFi仍面臨的挑戰跟風險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任何新科技的誕生與走向泛用 都是人們對現況的不滿 現存系統存在的問題所導致 去中間的金融 Decentralized Finance 很明顯是對現存的金融 Finance體系不足所提出的改善 現今的金融體系有什麼不足 也許你會有很多想法 包括太高的手續費、仲介費 歐美特別重視的個人隱私洩漏 太花俏的金融產品包裝等等 其實這些問題可能都跟一個本質有關 那就是金融透明性不足 我們就舉最簡單的銀行好了 我們都知道我把錢存在銀行 銀行會幫我把錢借給其他有需求的人 從那裡賺到借款利息 然後可以支付我們的存款利息 對吧 但我們不會知道的是 銀行到底把錢借給了誰 我們不會知道他借的對象 還款能力夠不夠好 我們不會知道他借出去的時候 跟人家要了多少利息 假設跟銀行借錢要8到10% 但我們存錢高額活息也才1到2% 這聽起來就不太對 畢竟風險是我們承擔 收益卻不知道被誰賺走 金融透明性不足的問題就是 在市場好的時候 你不知道你的資金在外面獲利多少 導致銀行家用我們的存款錢滾錢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在市場壞 尤其金融危機的時候 我們卻會一起受害 2008年的金融海嘯 你說政府該不該救高盛雷曼兄弟 不救金融海嘯會開產更多人 救了 那就是用全民的稅金 去替這些銀行家擦屁股 而且這說的還是正常時候 金融透明性不足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這些基金管理人為非作歹 我們很難及時發現 曾經全球第二大加密貨幣交易所 FTX被爆挪用用戶百億美元的資產 前納斯達克交易所主席 Bernie Madoff 他的證券投資公司 連續20年的證報酬率 後來也發現竟然是龐氏騙局 曾經自首可樂的上市公司 安隆瑞幸 最後也都被發現財務的造假醜聞 儘管我們知道大部分的時候 嚴格的監管與審計 可以降低經理人作惡的可能 但歷史總是告訴我們 事情遠遠沒有這麼簡單 很多人控告的是 區塊鏈與加密貨幣 竟然以公開透明跟去中心化著稱 為什麼還會有FTX這種 執行長挪用用戶資金 最終導致破產的局面 這邊我們得先聊聊 加密貨幣跟DeFi才在哪裡 我以比特幣為例 我們都知道比特幣是最去中心化 最老牌的加密貨幣 但我們不會說 我使用比特幣持有比特幣 就是在使用DeFi 比特幣跟各種加密貨幣都只是資產 就像黃金白銀鈔票一樣 加密貨幣上可看作是某種金融資產 而為你的金融資產提供了各種服務 例如存錢、借錢交易、保證金交易 還有保險等等 提供這些服務的平台、機構、公司 這叫做金融產業 我們透過區塊鏈上面的智能合約 去做到去中心化的金融平台 這些平台跟協議 才被稱作為DeFi 去中心化的金融 最有名的交易所 例如Uniswap 接待平台 例如Compound跟Ave 至於那些做加密貨幣的金融業務 但他們採用跟傳統金融一樣的管理 跟公司體制 這樣的平台被稱為CFi Centralized Finance 最有名的交易所 例如帝安、Coinbase 接待平台 例如Bitfinex 因為去中心化平台 畢竟也才幾年的歷史 對絕大多數人 還是有比較高的門檻 光是存錢的單位 要從帳戶變成錢包 收款的單位 要從帳號變成地址 不能只記密碼 要記註記詞 買賣跟交易 變成要跟智能合約互動 別忘了你的交易 還得給gas fee 在這些新的詞彙 至少寫進商學院的教科書裡面 我們是很難期待大部分的人 能夠學會使用的 那在這之前 具備人們習慣的介面 擁有價值補貨的能力 甚至教育市場功能的 CFi中心化交易所 他們作為傳統金融 過渡到去中心化金融 還有台幣交易所 作為我們買幣最簡單的管道 他們的存在還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FTX事件也提醒了我們 中心化交易所 終究是傳統的金融模式 他們終究是提供加密貨幣業務的銀行 並沒有貫徹去中心化的價值 就像2008年的金融海嘯 讓人們意識到了去中心化的重要 2022的FTX再一次提醒了市人 尤其是所謂的币圈人 好 那我們就來直接實測一下 DeFi怎麼使用 那其實使用DeFi 甚至比你使用銀行或者交易所 都還簡單 首先你只需要有一個熱錢包 像我們最常用的是Metamask 如果你不知道Metamask是什麼 不知道該怎麼使用的話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Metamask影片 那因為我已經有了 我這邊就直接先登入 那我們今天要實測的是 兩個DeFi平台 一個借貸平台叫做AVE 另一個是我想要用交易所 叫做1inch 我們直接從Google介面 因為使用DeFi第一步是 小心你不要進入到錯的介面 所以AVE的網站長這樣 就是AVE.com 不要有其他的奇怪的字 直接在這個介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AVE這個網站 它的一個整體的樣貌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說 DeFi第一個困難的點 就是它全英文 所以我們看到目前 有超過58億美元的資金 是放在橫跨7個區塊鏈 跟13個AVE上面的市場裡面 那我們可以在這個 DeFi數據平台上面看到 AVE的TV 是所有的DeFi裡面的排名前幾名 而且它有同時支援非常多條區塊鏈 在借貸平台裡面是 毫無疑問的龍頭 那回到這邊你可以看到 它有Ethereum 來讓大家看看如何使用以太方的擴容項目 來減少我們需要使用的GateSea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這邊說 它是由社群來管理 如果你對他們的管理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點進去他們的Governance Forum 你就可以看到 他們社群在討論哪些東西 然後根據投票 最後決定說 AVE Protocol上面要實踐哪些的提案 那哪些提案不會被實踐上去 然後網架滑你可以看到說 它有這麼多的審計機構 就在DeFi這個不確定性很高 駭客風險比較高的市場裡面 可能有越多的獨立的審計機構 來看過他們的coding 看過他們的代碼 應該是它比較安全的 而且AVE也是一個從2017 2018 就存在的項目 是屬於一個比較令人安心的老牌項目 所以我們今天嘗試使用它 好 如果你想要使用AVE的話 點擊右上角的Launch App 它自動幫我連結錢包了 如果還沒有連結的話 就是這邊右上角可以點一下 你就可以連結錢包 然後這邊值得注意的是 因為小狐狸可以支援 不同的區塊鏈 然後它的預設會是以太坊 如果你想要使用Polygon 就是任何非以太坊的網路的話 你可以參考到這部影片的方式 先去加入這些網路 然後在這邊可以選擇 像我這邊就直接是選擇Polygon網路 那從這個小鏡頭 你可以看到AVE 它有第二代跟第三代提供我們使用 那在不同的版本裡面 它就有支援不同的區塊鏈 它就形成了不同的市場 具體來說 我如果在V2點擊以太坊 我就看到它的V2的以太幣市場 當然如果我點擊V3的Polygon市場 那我就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今天要示範的是 我想嘗試看看 在AVE的Polygon市場上 放貸我的穩定幣 我想要存點錢的概念 看一下是哪一個市場 可以給我的存款的收益比較高 那我先看一下V3 V3這邊我們可以提到 assets to supply 你可以提供的資產是這些 assets to borrow 你可以借出的資產這些 我們就都以USDT來看 我如果提供也就是存入USDT 我可以得到的年化報酬率是2.89 3%的年化報酬率其實已經還不錯 比大部分的銀行都高了 那如果我想要借出USDT的話 我借的利息是3.52% 其實是不是反過來也是還不錯 今天如果你要跟銀行借錢 你的利率能夠低到只要3.52%嗎 可能不見得 那從這邊的details 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這個數字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這個收益率的來源是怎麼樣的 reserve size就是說 目前存在裡面的USDT 有580萬美元 utilization rate是指說 這麼多的資金有多少是使用中的 就可能存款戶裡面有580萬 可是其實真正這裡面拿出去使用 拿出去賺利息 有人借出的只有77% 也因此不可能借的時候 它是給多少利息 存能就可以拿多少 因為那個比率不是100% 就我今天存了100萬美元在裡面 但只有50萬被人家借走 那我當然就不能期待說 我100萬的美元都要拿到 我該有的利息 你只能拿到有被借出去的那一部分 是非常合理的 你把它滑到最下面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interest rate model 它怎麼算的都告訴你 這個就是DeFi最好的一個地方 完全的公開透明 你就可以看到說 現在的資金使用率是多少 它會換算成多少的借款利息 存款利息 那最適當的比率會在哪裡等等 好那我們就跳過更多這個平台的細節的探討 我們今天就是來存美元的 我現在就是要這個美元的高息活存2.89% 點擊這個supply 然後你的wallet balance 我現在有100顆usdt 我就可以把它直接存進去 然後它會告訴我說 我的gas可能會小於多少 然後我就可以按這個supply 然後你的小狐狸就會授權確認一下說 你是否要做這件事情呢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的gas fee這個花多少 0.01美元 比上一次便宜太多了 確認 好然後給它跑一下 誒 All done 然後這樣就完成了 那阿伯這邊的機制是 我今天存進去usdt之後 他會給我這個所謂的ausdt 來證明說我在裡面有多少的usdt 那它的概念就很像 我之後要提出usdt的時候 就把這個ausdt還給他 我就拿回我的usdt 那這邊add to wallet的意思是說 然後在我的代幣顯示這個ausdt有多少 並不是說要加入才可以有 就是讓它顯示出來 那這樣我就可以在我前包裡面看到 我的usdt是歸零了 但是我拿到了100多的ausdt 好那這個時候 你會覺得 那我想要存更多 因為這個利息畢竟不錯嘛 可是我的錢包裡面 你會發現 我比較多的是這個matic的幣 或者是就很簡單 我現在就覺得matic可能會跌 怎麼辦 我想把它賣成usdt 好讓我們來去 另一個去動區塊交易所叫做1inch 那一樣 小心它的代碼的錯誤 我之所以蠻喜歡1inch的原因是 第一個它是一個聚合交易所 有很多的defi裡面 它會實時的幫我找到說 現在誰的價格是最划算的 就直接幫我用那個交易所去換 另一個好處是1inch支援非常多的區塊鏈 相對於你可以看到 它以太方 BnbChain Polygon Optimus 幾乎全部都支援 算是等於你想用哪一個區塊鏈 都可以使用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今天想用的是Polygon 那我現在連上了我的錢包 我想要把我的matic 換成usdt you sell 我賣掉matic 我得到usdt 好那我要賣多少 我現在balance有166.5 那我們知道 我絕對不能夠把我的全部的matic換掉 因為這個代表 我就會沒有getc可以付 比方說我就賣掉150顆matic 然後根據現在的市價 可以換到135.888 他實時在跳這個價錢 好來swap swap就是交換 然後給他loading一下 然後確認 這個就是使用去中心化金融做交易的一個感覺 你可以看到我剛才並沒有做過任何的1inch 或者是阿北上面的註冊 並不是因為我之前就是他們的用戶 是因為本來就不用 去中心化金融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無需許可 任何人你只要享用 你就進來我的網站 你就按一下就可以使用 只要你有一個小狐狸的錢包 然後你按下那個授權 Polygon速度還蠻快的 馬上就已經confirm transaction 馬上已經確認了 好 那我們立刻回到我們的阿北的介面 那來看一下我的錢包裡面 是不是有多了一些usdt 有出現了135usdt 馬上就出現那口錢包 好那我現在就趕快再把它存進去吧 再存一點進去 我現在有135 all in 那當然如果你有實際這樣的操作的話 假設你最後只能像我一樣 想存個235美元 當然就是你全部的usdt都先換好 然後再存一次 可以存一點gas fee的概念 好這個交易確認 那Devite有一個很有趣的 像剛剛提到 它的術語都比較特別 你在上面做什麼東西 對Metamask來說 它這個都是一個transaction 都是一個交易 無論你是做一個存錢的動作 你是做一個買的動作 賣的動作 都是一個transaction的確認 好然後我們可以看到我這邊有 235.88美元的usdt正在存 那這個Matic55存進去 是我之前的一個測試 我如果想要用比較低的利息 借到美元的話 因為DeFi目前還沒有對身份的確認 有足夠的信心 就是說它不能夠確認說 我到底有沒有這個信用可以好好的還錢 所以你想要借錢的話 你必須要超額抵押 就很像你要有一棟房子 你才能夠借出一筆錢的概念 你要抵押一點資產 你才跟它借錢 那我現在是有抵押這個Matic Matic是可以拿來當作抵押品 所以我這邊就可以借在usdt 那這邊就會告訴我說 以我現在的抵押品 我可以借多少的美元 那我現在是可以借32塊的usdt出來來使用的 比方說我想借30 然後呢我說 OK我知道這邊有一個風險 借錢當然是會有風險的 畢竟如果你的資產被清算 你會造成一些虧損 然後你按這個Borrowusdt你就可以借 好 但是因為這邊我沒有這個借錢的需求 我就不直接操作完了 總之這個借完之後 你的錢包就會多了這個30usdt 你要把它轉走 你要把它來做什麼樣的方式都可以 好 所以如果你沒有要進這個操作 按下這個拒絕 就沒有問題了 好 以上就是這個DeFi 可以說是最簡單的入門的幾個操作 存錢跟交易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上面還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這個就是如果你對DeFi有額外的興趣 就可以自己探索 當然也建議說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其他操作之前 也要多讀一下他們的內容 甚至是白皮書啦 好那實測完DeFi 我們來聊聊DeFi目前人面臨的挑戰 除了前面提到的 它的介面還不是大部分人最習慣的UIUX以外 至少還有這四點問題需要解決 第一個是監管人事未知數 事實上仍有一些DeFi項目 他們是表明了不能在美國台灣 還有一些金融法規比較嚴格的地方使用 這當然是因為政府可能不會接受DeFi平台 在政府不了解的情況下 就提供了某些類似金融的服務 說實話 政府也很難關掉這些平台 畢竟他們都是正在以太坊上面跑的 頂多就是不允許一些工程團隊 開發一些前端的介面等等 但政府的介入已經讓我們看到 例如Ternado Cash的創辦人 因為Ternado Cash被認為說是一個洗錢工具 所以他就被抓走 這件事情當然是引起了很多輿論的聲討 就是像比方說現在的FTX老闆 他真的就是把你的錢拿走 他現在還在每天線上受訪 而Ternado Cash的創辦人 他只是寫了一段程式碼 而且是開源的給大家使用 就被政府認為說你是在協助洗錢 其實我們都認為這件事情很有問題 也不能否認確實政府還是有這樣的公權力 而這個產業還是有這樣的風險 第二個是駭客跟跑路的風險人高 很多的DeFi項目甚至不乏一些有名的DeFi項目 其實我們是不知道它背後的開發者是誰 那如果說它的開發者是匿名的 你就很難確保說它會不會在某一個時期 把上面的資金挪走 或使用它裡面代碼的一些漏洞 把用戶資金轉出去 此外就是駭客的風險 因為駭客金融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無需許可 就是任何的開發者都可以在上面建造DeFi平台 那這就導致了其實很多的DeFi項目 它可能安全性不足 駭客很有可能會發現程式碼的漏洞 進而造成用戶的損失 所以如果是新手玩家的話 我們通常是建議還是用一些比較行之有念 比較大型的DeFi項目 會比較有保障 第三個問題是 DeFi的流動性不足風險人高 因為雖然我們認為DeFi已經是 加密貨幣世界舉足輕重的一個賽道了 如果你把它放逐在傳統金融裡面 其實這裡面資金的池水還是非常淺 一些有心人士想要透過資金的灌注來影響幣價 相對來說還是容易一點 所以如果你有資金是放在DeFi的流動性池 或者是你有持有DeFi相關的幣 是有可能會因為流動性不足的原因 在特定的場景有被操縱幣價的風險存在 像之前的CRV就發生類似的事情 那第四個呢 就是當大家提到DeFi 有很多人他其實不是自己來使用這些DeFi的平台 而是去買這些幣 像我們前面剛剛用到的AVE跟1inch 它其實就有發行自己的AVE代幣跟1inch代幣 那事實上這些DeFi相關的置體型代幣 或者是功能型代幣 它不見得適合我們一般散戶來投資炒作 你可能認為AVE跟1inch現在是很低估 所以可以持有它的幣來獲取長期的報酬 但第一個是短期來說 如果市場還在持續下跌 這些市值相對比比特幣 以太幣小的加密貨幣 它下跌的空間可能會更大 另一個就是 其實現在市場對加密貨幣的估值 不確定性還是比較高 就是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AVE項目的估值應該要有這麼高 所以它的代幣的單價應該要有多少 但這樣的估值系統還不是特別的完善 也就是說 即使我們都相信DeFi會持續的成長 也不代表現在的DeFi的幣價是被低估的 所以即使我們的判斷是對的 去中兇化金融確實會持續的成長 也不見得這些幣能夠在長期來說 持續的打敗比特幣或以太幣等更大的主流籃籌 總之我覺得DeFi會是一個非常值得期待 也有非常多機會的賽道 但它上面的投資風險 其實大家必須要注意的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你覺得今天的內容 對DeFi的展示夠簡單嗎? 經過這樣的操作 又有辦法自己使用看看 阿北跟灣進去的交易嗎?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可以在底下留言區告訴我 如果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 可以幫我按個讚 分享給有興趣的朋友 訂閱我的頻道 讓YouTube有辦法 找我們想看加密貨幣的內容 所以比特幣就會漲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區留言問我 那就這樣啦 我是腦哥 我們下一期再見 Peace 如果你想投資加密貨幣 卻還沒有帳號 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連結註冊 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用底下的連結 還可以享有交易手續費20%的反線 如果你想用量化交易聰明投資 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網連結 派網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資交易所 一樣使用推薦連結 可以享有20%的手續費折扣